哈喽 各位周粉們 各位 關心我的人 還有我想念的人 你們好啊 今天是今晚美假期的第三天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 開心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 快樂 我挺想念你們的 在這個別墅裡面 所有人被關在這個別墅裡 和外界沒有聯繫 每天能和你們看到你們的時間 就是 在818聊天的時候 有的時候看見你們發來信息說 一定好好照顧自己 有的時候看到你們發來信息說 自己要好好的 在裡面 要學會長大 在這兒 其實挺感動的 真的挺想念你們的 不知道你們在外面 過得好不好 你們是不是也每天在看著我 今天星期二 今天星期二 這裡的生活 一點都不好 每天晚上直播的時候 一進聊天室 就是滿滿的負能量 你 所有的人 不管三千二十一 都會對你開始 各種 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多的責罵 真的挺想念你們 但是有的時候還是會看到支持我的人 在上面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永遠都在你身邊 時時刻刻都陪著你 這是我最驕傲的事情 因為有一群我真的特別想念的周粉 特別想念的會員會 特別想念的每一個人 真的 真的 每次看到你們說 我已經 把什麼什麼東西已經辦好 看到 哪有告訴我 工作室正在彈很多很多新的片子 看到你們告訴我 哪有把它都處理的特別好 要我在裡面放心的時候 我覺得 挺對不住你們的 我覺得我終於不是一個能被關在這個別墅裡一直成長的過集體生活的人 我從小到大我就覺得我是一個非常非常獨立的 嚮往自由的人 從我 讀大學開始創業 從我 從我讀大學開始自己一個人創業 從我大一 自己擅自一個住了一個星期寢室就搬出學校去租房子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是一個能適應集體自由生活的人 所以我被關在這個地方 我過得並不好 但是現在既然進來了 我一定不負你們所託 盡你們的全力走下去 我也覺得我周一博 在進來的第三天 不能再 我一定不負你們所託 我 繼續像個小孩子一樣 軟軟弱弱 洗洗哈哈每一天 我應該要有成熟一點 有自己的思考 有自己的擔當 至少不管怎麼樣 至少不管怎麼樣 雖然我看不到你們 很想念你們 但是你們可以從 屏幕上和網絡上看到我 知道我過得好 你們能放心你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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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眼睛 好 好 小孩一样的人 我知道未来的路会越来越难走 越来越难走 但是这真的太压抑了 这么没有人采访我呀 怎么这么尴尬 然后这样 一想世界就是自己说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吕博弈 有点尴尬 现在还有点没缓过来 刚才玩游戏的时候 有点拼 有点累 然后 我现在想说就是 今天第三天 然后 有点想我哥哥了 我也不知道说啥 反正 反正就是 就是想了 就是 突然突然离开 哥哥就是照顾我的生活 就有点不适应 然后 然后 然后最想的还是我爸我妈 就是 上次 见我爸我妈 都没有什么说的 就是因为我不善于表达出来 所以就是 就是自己心里想对我爸我妈说的没有说出来 然后 就从北京来长沙陪了我一天 然后就又 又要几个月见不到我 本来 本来说就是录完这个宣传片 回北京家里看一下 因为 因为已经三个月没回压了 然后 希望就是 爸爸妈妈不要想我 然后 不要 妈妈上班不要太辛苦 因为 因为 北京确实就是 就是 因为 因为我们家就是住 德胜的一副块 然后 离我妈妈上班的同桌 还是挺远的 比较辛苦 所以 就是 然后来这儿就是 清楚一下自己心里想说的 但是 就是 就是最想的 最想的 其次最想的就是 我老了 还有姥爷 因为 我幼儿园什么的 全是姥姥姥姥带大的 所以就是跟 跟姥姥的感情比较多 然后 然后 自打就是 过完春节 我就 就没有见到我姥姥 然后就是 进别墅之前 通了个电话 但是 就是 就是 挺长时间见不到老了 就是挺担心的 因为 姥姥虫也在下了 所以就是 就是我也有点不放心 但是 但是我来这里就是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想 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 但是 发现就是 确实想家里 然后 然后 这两天 跟这些哥哥姐姐接触 我发现 他们也挺照顾我的 所以 然后 其实 其实要说 走到最后的话 我其实 我现在就想 就想 就想 这周就想要 回家 因为确实 不是 但是 但是我特别要面子 就是特别好 特别 特别 特别想赢 特别好强 就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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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谢谢 从 今年 三月份 陪我走 走到现在的 小薄荷门 对 然后 就是 陪伴我走到现在的小薄荷门 就是 平时 受到什么挫折 他们还是会在 微博底下 给我留言 然后 at我 什么的 我都会看 还有 就是 不要 不要说我 就是 不看私信什么的 但我是不回私信 但是 你们给我每一条留言 我都会看 回复私信 要不然也太不公平了吧 所以 希望你们也能就是照顾好自己 然后 看到 陪伴我从一个 一个小男孩 而 突变 推变成一个 男子汉的经历和历程 我是吕伯一 然后 因为有了你们 我才 坚信自己 能变成 最完美的自己 谢谢 谢谢 我走了 说完了